我工作壓力真的有點大 Hi 大家好 我是Emil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很久沒跟大家拍片聊天 所以今天打算出門前 就跟大家邊化妝邊聊天 update一下近況 我現在的樣子好像很頹 但我又不是很頹 這陣子真的超級容易累 就算那天睡夠可能八九個小時 起床也是經常沒什麼動力去做事 Den就叫我一休息一下 但我休息完之後還是很累 不知為何 可能是因為人老了規 所以大家看到我這個樣子 就不要以為我不開心 純粹也是很累 我首先就戴了Cone 今次會戴OLANCE這一款Cone OLANCE之前有幾款Cone 我戴了十幾天盒 真的戴了超久 我就想著不如轉一下款 這一款就沒有試過 試相眼給大家看 我想我最需要update大家的就是 最近我踏入了我工作一個新的里程碑 就是我之前簽的model contract 終於完略了 現在就officially成為自由生 很多人都有問我有什麼打算 會不會簽公司等等 都真的很認真考慮 完了一個人生階段 你就會想一下 究竟下一個人生階段 要怎樣去做好一點呢 這一期壓力都很大 你會看到 哇這個禮拜不得了了 爆了額頭 你就知道我工作壓力真的有點大 又要表演單手大Cone 拍片的話就要單手大Cone 超高難度 大家覺得這款Cone 都ok啊 是不是 是一個比較明顯的款式 第二妝呢 就會用Lanege伸出的這個 這個胸油便B Cushion 因為很懶 轉頭我做什麼呢 其實我就是上演戲班 都很想努力點裝備自己 很想機會來到的時候 可以認真捉緊 大家都知道其實我自己是很想 拍劇啦 或者做主持啦 但是劇呢 就真是很佛系的等待啦 但是當然有些事情可以做到 就是上課 接觸多些 或者起碼試一下演戲 到時候真的要你做的時候 你不會太懶惰啦 說回freelance的那個問題啦 這一陣子都有跟不同的公司 或者是人在這裡黑談 將來會不會有什麼合作機會 我會不會再簽公司呢 真的要考慮一下 究竟簽了或者是那間公司 對我將來的發展有沒有幫助 不過我想我不會再簽模特兒公司的 因為小小的時候 入行什麼都不懂 做模特兒入行 是一個挺好的踏腳石來的 你可以可惜對鏡頭 接觸不同類型的工作 找一下自己喜歡什麼 但去到這個時刻 就真的知道自己做什麼 就未必會想繼續在模特兒發展 但是如果你說你剛剛好想做幕前 你又不知道應該怎麼入行 或者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最初做模特兒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他真的挺合作 他過了一陣子 他再設定好了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要出去戶外做運動的話 不太設定水份 都好像都OK 乾爽的 通常人們會連帶問問 為什麼你不參加《造星4》 選女團 你又喜歡跳舞 好像很適合你 都不怕坦白跟大家說 這個問題我真的有很認真地想過 當你選完之後 你可能會為自己打開另一線槍 但當然最後我沒有去選 為什麼呢 今天就跟大家躺開心扉分享一下 我自己一個不是很逼得的人 我自己逼自己沒有問題 但如果人家逼我呢 我就覺得反而會有一個不太好的反效果 比賽你知道是一個高壓的情況下去拍攝 我就沒有什麼信心自己會做到一個挺好的表演 但有些人就相反的 就好像你看到奧運選手 打給我的粉紅色頭髮的女生 他很明顯是在壓力底下他可以發揮得更加好的 我就完全不是這種人 當然很多人都會直接說 每個人都去選 選了一定是有很大的曝光率和知名度 是的 但我又覺得 多人做的選擇 不代表那個選擇是對的 大家記不記得很多年前我選大學 我就是陷入過同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叫我選這科 這科做水泡科就對了 我就聽了別人選 聽了別人給我的選擇 之後自己就無限後悔了 所以這次這件事又令我想起當時的情況 就是條路如何走 或者自己的選擇 或者想清楚適不適合自己 別人做的事 多人做的事 不代表適合自己 我這個底妝化了很久 快點化吧 Clarence的遮瑕膏 好 我很怕我一邊化妝一邊說話 好像沒有什麼組織 希望大家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今天這條都是一個比較隨便的聊天片 我都要看著時間做人 我還有半個小時就要出門後 這個演戲班都很長 都想成四個小時 但還是會超過一點 其實四個半小時 然後就有少少元氣大傷 都好玩的 好玩之餘會很害怕 因為其實你是跳出自己的舒適 沒有做開戲 有時候你要當著其他人 無論認識或不認識都好 你都會有點怯 有點害怕 還有有點心虛 眼神飄來飄去 如果你剛剛畢業 你又想試試做幕前 其實參加這些演戲班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去探索 搞定了 終於化了很久 一邊化妝一邊說話 的確是很久 我掉了這個 希望不要爛 這個很漂亮 NARS的這個 胭脂 腱脂 今天該在燃料 整個無論如何 所以今天想完這個燃氣板之後 我想自己去逛逛逛逛心 超毒的 這個胭脂真的很漂亮 因為試試塗完之後 它有一種令你蘋果肌很飽滿的光澤感 然後你就會想越塗越多 因為你想看下去再漲卜卜點 就在想好像來來去去都是用那幾盒的眼影 然後我就決定找櫃桶最底的眼影 然後就找到Estee Lauder的一盒 這個好像是當時聖誕的Christmas Set 它的顏色是很基本 很自然 就是亂塗也不會錯 今天上課不准無力 很銳利的眼影用這些就OK了 就這樣用手上 我最近覺得很空虛 因為奧運全播了 活了二十多年人來說最投入的一年 是很多不同的運動 不同的賽事我都不斷追看 好像以前只會看Final四強 或者錦牌戰 現在無論是那些什麼進級賽 我都不斷看 可能都關於疫情事 沒什麼娛樂 又不會有其他的迷惑 然後就會很認真地看 而且今年真的覺得特別令人感動 拿了錄面獎牌 所以現在覺得很寂寞空虛 我想奧運的最後那一星期 我簡直是沒有拍片 你幾天前看的片是我上星期拍的 最後那星期我都是天天看 看到連片都不拍 然後阿丁也覺得很驚訝 所以她說你平時是不理會世事 不斷剪片的嘛 你現在竟然不斷看奧運 是真的真的太好看了 OK 一點點 然後我們快要玩完了 最後就用水粉定妝 如果不是用控油的底妝 我就會用控油的水粉 我今次想試一下 它那個控油能力 我沒家 所以我就選一個很輕透的 碎粉 這個真的長年365天都可以用 今天是星期六 不知道大家星期六有什麼活動呢 我其實十輩子都不外出 很多人問我 為何你出片出得那麼密 原因是因為我真的不外出 好 就這樣 欠唇膏 塗什麼唇膏好呢 你看看它是有貓樣子 是不是很搞笑 然後我就不捨得塗它 因為一塗它的耳朵就會虧了 現在是十二點零七分 我十二點半要出門口 除了簽公司這個option 也有很多人問我 你不簽公司 不如你請助手吧 你這麼不空 是的 理論上是可以請助手的 也有很多人這樣做 但為什麼我一直沒有做呢 有兩大個主要原因 第一就是我不喜歡假手於人 我覺得很多事情我自己做到 我盡可能都自己做 因為自己做就最知道自己的要求有什麼 最快手 我對自己是harsh的 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這個勞性很重的原因 所以一直都很想找 但找到中途又放棄 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我片語言的問題 你看到那些片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阿Dan 可能我們會有一些中英夾雜 有時候還會說韓文 那些聲音又收得不太清楚 被人家剪片都是有困難的 因為一來人家要知道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那才可以剪到 一直有跟不同的剪接師聊過 很多時候他們都說未必有信心去剪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出片是比較快和比較密 可能今天拍完兩天後都會出條片 交一條片給別人做的話 大家都要一個至兩個星期 沒有人夠快的 唯有自己才是最快的 除非你真的請一個全時間跟著你去做 但這又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可以請誰呢? 他可以在哪裡做事呢? 還有他究竟風格不合我呢? 十萬個問題衍生出來 當我遇到不同的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中途放棄 算了 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就循環到現在 要麼要減少工作量 要麼要推工作 要麼要求找人幫忙 長遠來說 對自己的身心健康來說 不是很好 認真的 我身邊有很多人跟我講過這番話 我覺得是很認同的 我之前也有跟朋友討論的問題 他說你要找一個舒適的平衡點 我第一次聽到心想 哇 你真是說廢話 過了一陣子再沉澱回去 覺得都挺對的 可能你聽完之後你也覺得我說廢話 各個人的抗壓能力不同 有些人很喜歡很Chill 有些人是真的扯爆 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想我是中間 我是扯爆OK 但我都要照顧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 我想這就是我短期內的一個 少少功課 要學會做的一件事 我現在就差不多出門口了 因為我想早一點出去吃快飯 我還沒吃午餐 照顧自己的第一課 就是首先要先治好肚子 要不然就沒力做事了 這條影片簡單單 都跟大家更新了我最近的一個工作狀況 如果你都喜歡這些那麼隨意的 聊天的話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又或者你覺得自己是可以 認證做到這個剪接師 或者小助手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 不要在下面留言 因為我不知道怎樣找你們 就可能E-mail我 又或者IG direct我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頂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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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